对于中国人来说 有了一个自己的院落 精神才算有了真正的走路 今天这道别墅 其实在一个月以前已经完成拍摄 无奈大叔的别墅实在太多 只能一个一个的更新 别墅的设计师也是开发商的股东 他的设计理念也是紧跟度假别墅的潮流 大叔也有机会参与设计师的 第二期新中式元素的度假别墅 敬请期待 来跟大叔来参观今天这套真正意义上的花园洋房 那么在入户的地方 那么对面是他的第二厨房和他的保姆间 回头大叔再为大家介绍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大叔迫不及待的 要带大家来到他的室内 今天这套别墅说实话 大叔来拍摄的时候 已经全部已经受庆了 为什么还要来拍摄呢 第一个 他的设计 他的花园真的非常的棒 第二个 他的第二期项目正在开发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第一期的整个花园景观是什么样的 首先我所在的位置 是这一套别墅的客厅位置 整栋别墅占地是800个平方 建筑面积是500个平方 那么现在的房东报价是5000万泰铢 包含所有的家具和内饰 那么如果是除掉这些以外 只需要3800万 那么首先我在的这个地方 是开放式的客厅 所以我们后面进门的这个地方 是一个餐桌的位置 今天我们这个设计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四面 全部都是非常棒的采光 植物景观 那么在我的身后 是一个餐桌与中岛相结合的架司 因为这样的一个设计的话 既有中岛的大气 也有餐桌的功能 那么食物与食材的结合 非常的自然 那么在它的后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排的景观窗 都是种满了这种孔雀树和荷望蓝 那这样的一个植物搭配 进入到室内 你能够瞬间感觉到 进入到热带丛林 那么再往后 这边是它的厨房 那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厨房 第二个厨房 是刚才在进门的 独立的一个空间里面 那这个厨房 同样是整体的造柜 上面是储物柜 同样是现在极简的一个玻璃门 下面是可以带煮泥的抽拉门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整体的 橱柜和餐厅的一个区域空间 我非常喜欢这一间客厅的氛围感 我们能够看到中间的这种 绿色的和食物的这些沙发 组合在一起 而且我们四周 全部都是被绿树所包裹 非常的漂亮 而且你们能够注意到 我身后的背景墙没有 全部都是青石板所贴切 类似于洞穴的感觉 对不对 所以坐在这里 你真的有一种那种 被大自然所包裹的环境 好 OK 那么我们上面的这个吊顶 是做了一个石墨吊顶 那这些都是标配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客厅的一个介绍 那么今天最漂亮的地方 是在它的花园 但是不要着急 一会儿我再详细的 为大家介绍它的花园景观 那么穿过客厅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起居空间 首先我们在过道的头面 是有一间公共卫生间 在往后者一字排开 是三间卧室 首先来看第一间卧室 卧室的地板都是石墓 那么进门的地方 是它的储物间 后面是它的卫生间 卫生间不大 但是同样我们的开窗后面 也有非常大的一个植物景观源 那么这边是它的一个小小的输桌台 后面就是两米的双身床 其实格局都差不多 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周围的植物 搭配的这种景观 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边呢 我们是有一个 两米二的一个露台 如果是老人家 想住在这间房的话 那它的这个露台的话 可以提供给它在外面 对吧 放上沙发 或者是放上一些摇椅 在上面休息 也是非常棒的 好 这就是我们这间客卧的一个情况 那么跟着大叔继续往前走 这套别墅呢 它其实地板呢 踩上去非常的舒服 那当然这个地板呢 是它的瓷砖 当然这种瓷砖是磨砂瓷砖 防滑 那么这一条通道呢 到中间后面的地方呢 它就有采光景 那为什么这些地方没有坐卧呢 因为这些地方它是一个承重墙 好 那么再往后走 那这是第二间客房 第二间客房呢 它大小与第一间客房差不多 我们都是用的这种石墨 做着它的背景墙 你们有没有感觉到 其实现在普吉岛非常多的度假型酒店 大量都是采用了这种石墨 或者是复合墨 来作为它的整个房间的装修 因为在普吉岛这种生态海岛的话 非常多的游客喜欢这种原生态 不管是森林也好 这种装修风格也好 都非常受他们的喜爱 好那么整个室内的家具呢 同样也是以石墨家具为准啊 特别是像这种圆弧的倒角啊 非常漂亮也非常的圆润 那么后面呢 同样是有个小小的露台 可以到户外去 那么在侧面呢是它的衣帽柜和它的卫生间 那卫生间呢都是一样的配置啊 好 那这就是我们两间客卧的一个结构 从走廊的尽头呢 我们就能够来到主卧空间 既然是主卧 所以说我们的面积呢也更大哈 大家来到主卧以后 大家没有感觉到这个主卧 其实这种感觉是不是 现代与这种古老的家世相结合哈 特别是这种绿色的这种沙发呀 也更显档次哈 那么我们整个上面呢是有两个吊扇 其实到下午的时候 如果是你把空调关上 打开吊扇的话 坐在这个地方真的还是非常的凉爽 因为我们直面的是泳池和花园 那后面呢是它的双人床 之前大叔也介绍过 为什么这里没有放床尾凳 就是因为我们前面有非常漂亮的景观 那么这里呢又可以坐成一个小小的客卧的会客厅 好 那么在我后走呢 这两套家具呢 大叔非常的喜欢 这边呢是我们的衣帽柜 但这个衣帽柜呢 它是开放式的 那么这个隔断呢若隐若现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有点像中国那种丝绸的感觉 对不对 当然它不是 它是加工以后的玻璃 既有玻璃的材质 又有丝绸的这种感官哈 那么同样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小的书房 这一间书房的话也是一样的感觉 大叔可以在里面给大家看一下哈 其实我坐在这个地方 我能够看到户外的一个花园景观 有没有人 人是什么样子的 我会看得非常清楚 但是或许你们从里面往外看的话 就看不太清楚 这个地方呢 人对不对 既有隐私感 又有这种时尚感哈 而且我们还感觉到 有点仿古仿旧的一种感觉 对不对 因为随着现代家具工艺和设计感的这种提升呢 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实现自己的一些对吧 想法 好 从它的客厅的衣帽间过来以后呢 就是卫生间 卫生间呢是一个双开门 同样这个双开门呢也是妥妥的 跟我们刚才的材质是一样的一个玻璃 是不是非常的有这种怀旧感啊 那过来以后呢是我们的双洗手盆 整个双洗手盆呢都是 之前大叔有介绍过的那种 整个石材雕刻而出来的一个大理石盆 那么它的台面呢也是爵士摆大理石 那么现在大叔要带大家 一定要欣赏一下它的浴缸哈 那么首先过来以后呢 我们有一个浴缸 整个浴缸呢外面呢是有一个户外的领域空间 因为其实很多在这里度假的老外 都非常喜欢在户外领域 那么它的侧面呢是这种石材所堆切的背景墙啊 摸上去也非常的有触感 本来呢 今天开发商呢还以为是一位美女 要来拍摄别墅 结果呢还准备了一盆的玫瑰浴 准备来拍一个一个很美好的画面 结果呢是大叔过来 那没办法 没有办法 大叔就没办法为大家所体验了 等到你们自己来体验一下 好那么这就是它的主空间 那么也就是它主卧空间 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聊一下就是 它的整个花园才是这套别墅的精髓 来一起往外走 那么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共主卧到户外的一个露台 那整个露台的宽度呢大概是有2米5 那整个宽度呢可以延展到它的泳池的空间 那坐在这里对吧欣赏到自家花园的一个美景 是不是非常的享受哈 而且我们能够看到在客厅出来的一个画面 也能够看到我们今天这栋别墅它是有一个第二楼的凉亭空间 那这两个画面极美了 那么对面呢是我们的第一道门和车库入口 好那么转过来我们有自己的草坪 还有自己的一个休息的沙发区 那后面呢还有一个凉亭 其实这栋别墅的这个建设啊就能看得出来 就是为了让大家在普吉岛沉浸式体验这种美丽海岛的度假氛围 OK现在呢大叔重新回到客厅 把三轴的移门呢全部打开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开间呢大约是有10米左右哈 打开以后我们整个客厅的空间延展到我们户外的露台 那么整个露台呢有3米 而且两边的这个廊柱哈也是别有一种风韵哈 那么再往前走呢就是我们首先有一个按摩区域 整个水疗按摩区域的池底都是采用这种阳光一照射上面这种波光淋淋的感觉哈 我们的池底呢都是用这种彩色的马赛克 也是非常的应景 那这里下去以后呢 来大家来大叔为大家感受一下 下了以后呢 那么我们是有一个三面的一个水疗按摩区 那么中间呢是一个座位 那这边的泳池的长度呢是15米 宽度呢是5米 非常棒的一个空间哈 那么两边呢还有喷泉的流水 因为大叔在拍摄说话呢声音呢会比较杂 所以他就把流水关下来 当然如果你有新的想放上喷泉对吧 或者是想放上自己喜欢的这种茶虫大板的都是可以放在这个地方 那后面两边呢这种植物搭配的色彩哈也是非常的漂亮 那么后面呢就是我们户外的一个遮阳亭了 好这就是从主空间出来以后的一个画面感 好OK 那么现在呢大叔围绕着整个花园为大家来介绍哈 首先过来以后呢我们这里有两个通道 我们可以看到周围的这个植物啊非常的茂盛 在我的后面这个地方呢是可以通过车库入口就能到达我们的花园区 那这边呢就是它的正门 我们可以看到这条通道上面种满了这种夹猪桃哈 真的是与我们的环境相得一张 那后面呢就是它的草坪空间这里呢是放躺椅的地方 当然你说我们家里不太喜欢晒太阳没有关系 那在这里你可以做做瑜伽呀对吧 或者做做运动的空间也是不错的 因为我们现在拍摄的时间是下午4点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下午4点呢 这种感觉真的非常棒 第一个有微风吹过来第二个也不晒哈 好那么这就是它的第二个露台 那么顺着这个路道呢我们往前走 那这个地方是它的一个机房 所以我们的机房的位置是整个别墅最远的地方 那么再往前走呢 这里是一个户外领域区 那么户外领域区种的植物呢又不一样 对吧非常的漂亮 好从这个路道我们过来就来到我们 第二个户外领域了 整个户外领域呢是一个U型的一个沙发 那么也是于我们的客厅的正对面 而且第一个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画面 第二个呢也能时时刻刻跟家人呢有一个非常流畅的沟通哈 那这就是我们这套别墅的户外空间展示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房子 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对生活的那份热爱 你想把这套房子打造成什么样的一个格调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一个空地还是非常大的 如果你们想在这块空地上做做自己的一些文章 发挥一下自己的想法都可以实现 那现在呢大叔带大家到他的第二层的露台去看一下他整栋别墅的景观 OK 参观完我们花园以后我们去二楼在这里呢 先要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我们整栋别墅哈 内饰的所有墙壁全部都是青石板贴墙 这样的话我们整栋别墅才有这种格调对不对 如果是白墙的话那就没那个意思了 好 那么这边呢我们有一条悬浮的楼梯 那整个楼梯的设计呢都是悬空设计 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看到室内景观 室内呢也是把户外呢当成了他的一个背景墙的景观哈 那么一个悬浮的楼梯设计呢也是有他的一个新颖之处哈 好 那么上来以后呢我们是分为了两块地方 那么左边呢我们有一个下沉室和小露台 那这个小露台呢是留给大家可以自己自由发挥的 那么转过来以后呢我们这里是有一个超大的凉亭 那这个凉亭我们现在是把它作为了SPA床 那么后面呢有一个小的操作台 如果是你们有做SPA的女士的话 那在这个地方对吧就是自己的一份天地 而且我们在这个地方做做瑜伽干嘛的话 还能看到下面的一些风景也是非常漂亮的 其实我们在这个露台能够看到户外的景观啊还是非常棒的 对不对那么周围呢都是橡树林了 当然了最近这两年的别墅项目开发呀真的是非常的快 我们能够看到慢慢慢慢后面呢还会有一些类似于像这样的别墅的开发项目增在起来 当然了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都考虑到了隐私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在后面种植了非常多的植物 你转过去以后是看不到别人家的房子 好那来大家看一下我们这套别墅的一个二楼景观哈 在这里的我们不光是能够看到自家的花园景观 还能看到远处的青山蓝天哈 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这套别墅的第一层和第二层的所有空间布局了 大家有没有喜欢上这套别墅啊 说实话大叔进来以后真的非常喜欢这样的别墅 因为它里面种植多了非常多的植物 而且搭配哈也是相得一张非常的有趣 好那么今天呢大叔就给大家介绍这里 如果是大家非常喜爱这一栋别墅的格局和它的装修的话 不妨过来看看它的第二期哈 那么整栋别墅呢占地800个平方 那么售价呢是5000万泰铢包含所有的家室 好所有的家电哈 那么今天这个别墅呢也已经售起了 如果你想要一模一样的没有问题 第二期呢会为你重新打造 如果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你可以给开发商提提建议 那么它可以按照你的想法重新来改变它的一些格局 OK 那么这就是普提岛开发商的一些好处和方便之处 OK 那么今天呢大叔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跟着平衡大叔看遍泰国好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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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